關心滴滴超好玩 讓我們一起來打棉被 你們有沒有打過棉被 有 常常 你那麼乖 有啊 幫媽媽這時候 有時候出氣的時候 越打越打臉 對 很多灰塵 對 會飛來飛去 打棉被 會啊 尤其老一輩的人 如果我們靠在牆上來打打看 看它會不會掉 會啊 會啊 也會掉對不對 對 可是啊 它可以更厲害 更輕鬆哦 什麼意思 平常我們會是這樣子打嗎 不會 我們平常都是掉在那個 晒衣架上面打 對 一樣的 對 那為什麼要掉在晒衣架上面呢 對 對不對 因為你這樣不容易乾啊 你這樣會變得陰乾 你頭會臭臭的 對啊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哦 我們掉在晒衣架上面打打看 好 沒問題 一 更多 好多 好多 會差很多 更多 好多 為什麼 為什麼呢 而且你挺輕輕的 而且你真的輕輕的 好多 雲霧飄渺的感覺 是啊 為什麼 為什麼掉在晒衣架上比較厲害 因為它 因為它 有跑 因為被子有移動 對 這個就跟被子的移動有關係 對 我們剛才講到慣性的原理對不對 對 這個打棉被啊 也是用到慣性的原理 棉被跟慣性有關係 這個也會往前煞嗎 喔 它也會煞車就對了 不小心往前滾 剛才啊 安東尼西腳踏車往前騎 是動著很動對不對 對 這個呢就是 因為呢本來它這些灰塵啊 還有這個棉被 是停著的 是 是靜止沒有動的 然後附著在一起 可是啊 在我們打下去的時候 我們打這個棉被 讓它突然的往後退 可是這個麵粉啊 這個灰塵 它沒有被受到這個力 它還是維持在原本的地方 它是在靜著很近的狀態 然後就在和這個棉被分開了 所以它就掉下來了 可是像這樣的東西對不對 我們今天是用水管打 那如果我用比較大的東西 來打它打得比較大力 它會不會灰塵更 更容易掉的分佈 很多媽媽都喜歡用球拍來打 對不對 對 棒球拍 我們現場也有一個電紋拍 電傳球追尾 很多媽媽都會用球拍 來棒球拍之類 我們用電紋拍來試試看 電紋拍 不過電紋拍比起來 這個面積比較大 你要用力一點 然後面積大一點 應該會掉的比較多 有些人覺得這個 變激大比較厲害對不對 是 可是其實在我們打的時候 你看它會留下一個印子 我們是要讓這個棉被呢 和原本的這個 它所在的地方 產生一個位移對不對 可是如果我們用面積大的東西去打 我們就把灰塵和它一起打進去 所以其實我們只要用小小東西 甚至譬如說以前我們打板擦 它就是用藤條 那的東西其實是很好用的對不對 所以只要用細細的東西打就可以了 那力氣呢 跟方向會不會影響 對 要不要用力 像有些人會覺得 我是不是要把灰塵打上來 或者是打下去 但是啊 其實我們只是要它們兩個分離對不對 那灰塵和棉被分離 所以呢 一樣的力氣 我們只要平平的打 它就可以產生最大的位移了 對 稍古訳